大家好,今天真的很开心 人生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你想不到的 但是这些事情出现在你的身上 你有一种意外的惊喜 今天天气没那么热 我就做完很多其他的事情了 因为现在天天都要上传一些新的视频 加上我又要每个星期要预备讲道 所以天天的时间是很充实 做完所有事情了 今天看到天气很舒服 又不热又不晒 那就拿些东西 拿个鱼牌 很小的鱼牌 出去想钓一下鱼 因为昨天竟然 很多鱼 一钓下去 很多泥蜗 昨天钓到差不多 7-8条鱼 不是700 不是700 是7-8条鱼 那都是鱼仔 但是鱼仔也好 今天做完事 又出海想钓一下 谁知道一钓 不够一分钟 立刻钓到一条 什么呢 鸡泡鱼 被他击死 你钓到鸡泡鱼 他钓了上来 整个吹到脏了 好像整个波 那鸡泡鱼又不吃得了 或者 其实 我在 有一次去 那个渔村那里 他们会做鸡泡鱼来吃的 但是我们当然不懂了 结果呢 就弄掉了个勾 就放回它了 好了 那我就看到 在岸边 水下面 有蟹 那 我没钓过蟹 我一头又没想着会钓蟹 那我就试一下 就是 这样下去钓一下 那我钓什么呢 我又没有鱼泥 最简单 在家里拿一块面包 那我就拿一块面包 那就玩一下玩一下 和它玩一下 怎么知道突然间 咦 秤一下秤一下 那个勾 秤不起的 然后 再一秤 整只蟹 那个蟹钳 它有个 有个 蟹有点折口 被一个鱼勾勾住了 蛤 那呢 就是这张照片 竟然就钓了那只蟹上来 哇 我这么大个儿子 钓鱼都不是很懂 钓到鱼已经很开心 竟然是钓到那只蟹上来 那呢 不单止这样 跟着呢 我有点经验了 我就不去钓鱼了 因为那里呢 还有两只蟹 那我呢 就尝试 直接去钓鱼 那一头呢 又是拿一块面包 整住那个鱼勾 原来钓鱼呢 那些鱼很过瘾的 因为有一块圆 有一块圆呢 下面有一个勾的嘛 那那只蟹钳喜欢干什么呢 喜欢玩那块圆 它喜欢呢 就是用一个蟹钳 去咬住那块圆 或者挖住那块圆 那接着呢 那个勾在下面呢 那它就不管那个勾 那但是呢 那个勾呢 你是这样钓钓钓钓钓钓钓 一时不注意呢 勾正它那些蟹爪呢 和它一动 那可能呢 就会勾住它喔 那我跟着慢慢呢 我就尝试呢 直接面包都不用 用个胸钓 哇 那用个胸钓 用个胸钓呢 就钓一下钓一下 就要有耐性 要跟它斗志 斗耐性 那呢 動一下 又玩一下 那又捞一下它玩 然后呢 一钓 又钓到另一只 那呢 旁边那里有架 有架船呢 幸好 一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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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到那个艇那里 那呢 然后呢 就 它走喔 是你知啦 横行的嘛 打横行的嘛 還走得很快 因為勾不住 那它横行無忌 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角落 它呢 它不能走 啊 那然后呢 我就用个胶袋 一按 按住它 那又要避免呢 被它 掀到一只手啊 那慢慢慢慢拿 啊 结果呢 又钓到一只 那我开始呢 就 有个新的思维了 那虽然呢 钓一下 又钓一下鱼 那钓鱼呢 又钓到 钓到两条男子仔 跟着呢 我就集中钓鞋 还有一只蟹看到嘛 跟着呢 又是这样了 用个胸勾 跟它玩一下 钓一下钓一下 有时候用个圆 啊 去 引一下引一下引一下 引一下 因为那些水很浅啊 距离很近啊 结果等一会儿 跟着 呀 起 哇 又钓到 即是连续钓到三只蟹 那当然不是很大只蟹啦 啊 你看这张相呢 其实 实际是没有那么大只蟹的 那拍照呢 近距离 那就拍得大一点啦 那但是 那个开心是什么呢 是你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即 我去那么多次去钓鱼 钓鱼就钓鱼啦 是不会想到会 你这样可以钓到一只蟹 还是呢 用空钩去钓鱼 好了 钓完了这几只蟹啦 没有了喔 看到那些还是小小的 那跟着呢 我就走去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那里呢 一看 哇 几只蟹喔 蟹又大一点喔 那就游去啦 啊 那呢 今次呢 就是有意识地了 不钓鱼啦 集中就钓鱼 那呢 又是这样喔 啊 用个空钩喔 那呢 钓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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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耐性 要跟它斗智 要跟它斗耐力 钓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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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呢 啪一声 真的又钓到 好 结果呢 今晚呢 我们有蟹吃了 哇 把 钓到成五六只蟹啊 那呢 就将 用个盒啦 好在 带了个盒去 那就将它呢 拿回家 哇 跟着呢 还煲蟹 和这个 泥蚂鱼 一个海鲜汤 还有那些蟹呢 虽然是蟹仔喔 哇 原来是有些蟹糕在那裡 其中一只呢 直接有蟹糕的 加些醋下去 多鲜味啊 哇 哇 为什麽我和大家说 今天 吊蟹和你癫呢 就是我们有时 你每一日的生活 好像很平淡 特别在香港这一排呢 啊 很多政治的问题啊 很多 很不开心的东西啊 啊 啊 又DQ 又延迟这个立法会 又什麽通緝 什麽什麽什麽 啊 所以 是颠覆了我的思维 那個思维是什麽呢 你打算钓鱼 想不到 竟然是可以钓到蟹 還有呢 顛覆的思维是什麽呢 钓鱼就要用鱼蜜 啊 人家是用蝦啦 我就勾够麵包而已 都钓到喔 但是原来钓鱼 是你什麽都不用 就是用个勾 用个勾 只要他隻蟹爪啊 或者他的身体 或者什麽呢 他 動 而被这个勾勾到呢 那你就可以钓它上來 喏 這種的 顛覆的思维才是重要 有真是 即是說 有心灾花花不發 無心拆扭扭成音 即是你刻意去做一些事 未必一定做得到喔 但你無心去做喔 竟然呢 就真的做到 還叫成功 我 那麽大個兒子 第一次 釣到蝦 不是釣到一隻喔 釣到整個五六隻喔 同一日連續喔 還是用空勾來去釣喔 人家空手入白人 我就空勾釣蟹仔 這一個呢 是重要喔 有時候我們 看到 有些東西好像你改變不到喔 你可能呢 等整天 釣又釣不到魚 做什麽都好像不是很順 什麽都好像不是很行 但是呢 可能 突然間 你轉一轉 我就不去釣魚 你想不到會釣到那隻蟹 就嘗試去釣一下它 竟然 真的可以釣得到 即是我們有時候 不要死牛一邊頸 不只是 走正那條路 有時候我們嘗試 轉一轉另一條路 可能你開拓了一個新天地 可能你得到一種新的經歷 是你沒有想過的 啊 這一個呢 給我有很多的應用 無論在這個 做這些這樣的 YouTube 上載這些東西 啊 或者港道啊 或者是 面對現在社會的問題啊 很多樣這些的東西 都可以 去應用到 今天釣蟹和你癲 想釣魚 竟然是釣到蟹 啊 所以我們有時候 不需要 太介懷一些的東西 啊 不需要 太刻滑 去做某一些的東西 啊 水到渠成 有些意外的驚喜 啊 所以呢 今天釣完蟹 回家又吃蟹 吃到大家都開心 啊 生活 是需要開心 有些小的驚喜呢 是給我們人生 多些的樂趣 啊 好了 我們一起祈禱 求神給我們一種 喜樂的人心 給我們呢 一些意外的驚喜 在平凡的裡面呢 去得著一些的喜樂 啊 讓我們一起祈禱啊 親愛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 你是創造萬物的神 主啊 以前人類是吃 蔬果 但是 你也都給人類 去 吃不同的動物 海產 當然我們也要尊重 這些的生物 但是 透過今天 釣魚 竟然釣到蟹 這一個新的體會 彼得他們昔日都是釣魚 拿魚的漁夫 但是今天 無意中釣到蟹呢 幫助我怎樣去轉化一種的思維 我們有時候需要一種顛覆性的思維 需要有一種呢 創新 走一條路 未必只是一定要繼續走那條路 嘗試另一個方式 做另一個東西 可能我們會帶來一個新的突破 啊 願主你也都保守了香港 現在呢 走一條沒有人知道的路 求神你都恥福 啊 你給我們有喜樂 讓我們在生活裡面呢 去經歷到 一些 遇上不到 的突破 我們同心祈禱 是奉耶穌基督的命靠 阿門 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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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的路